我们再说一下各个阶层 各司其职 各首其位 首先静天 领导是最高层的 静天 因为天是最高的 实际上这个静天到了一定的程度 也可以法天 就是说天人 人它是不分的 天人感应 你可以呼风唤雨 真的那么神奇 那你要高度的艺术 这种领导了不起 天也配合你 你也替天行道 其实你们是不分彼此的 只有和道天才会跟你一起做 当然也要派一些什么什么来 第二呢 我们能做到干部的层次 顺天已经很厉害了 天怎么样 我们配合着它 这个已经算是干部了 最后 就是天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得不做什么 一定要做什么 即使你不做什么 最后也让你做什么 这就是缘故 这就很被动了 然后这个途中 还有一片云 是什么呢 客户 客户啊 就像这个云 飘来飘去 一会儿不知道哪个地方 冒出来一个 在那儿好好的 突然又没有了 这才叫客户 那客户 就是这样的 它跟你是两样的 是什么样的 下面是一棵树 说这个树冠 才能硬这个天 才能抓得住 一些很有限的云 那说树干一定是领导 高层 错了 树干应该是员工 应该让他们去 开花结果 让他们看得很繁茂 是花朵 是希望 说不对啊 不是亲力亲为吗 领导 你但凡那种愈加亲征啊 那是很不得已的 你真到那个时候 搞不好就没有了 你非要亲自出来才管用 领导总是来表现 你表现给谁看 让员工去表现 这个才有希望 说不是强将底下 吴若冰吗 那第一个 那是打仗 第二呢 那个将 它是一个表率 最终还是人多是众 靠大家 你那个将 有什么用的 只是领一股士气 所以那个将 就是树干 支撑的这个力量 这个不知不觉 执行力 这个就是员工 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听话就对了 代表过去固定的一些东西 照着做 照着办 不可抗拒 不变的东西 你本身也不能太变 这个才像样子 那你这个上层 最基层 就是老想搞荒扬 变 那怎么做呢 这是优秀的基层 一定是要这样的 这是基石 基础 职业 而中层 看过 他就是 后知后觉 他这个 说顺天了 就已经反应慢了 他需要一种转化 没有他也是不行的 乘上起下 代表着现在做调整 时时刻刻做调整 要看着办 根据情况应变 合理的变 这个 就像一个成像的位置 也很了不起 真正的领导呢 也要做到先知先举 前章力 看到未来的变化 因为天一直在变 你要随着他变 不可乱变 领导呢 就像一个盟一样 很善变 所以这才是核心 是输根 这就整个下来 这样